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越南陷入困境的逐航公司暂停了10条国际航线 迈克·约翰逊在他首次全国电视采访中所说的话 美中金融经济关系在危险时期后转为积极态势 耶伦 百度吉利合资公司推出自动驾驶电动汽车 与特斯拉的Model Y竞争 李克强数十年来在中国经济一线的勤奋工作 请大家收看 突发拜登白宫会王毅 要王毅转达对李克强总理的哀悼 法新社 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在白宫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为这位中国最高外交官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下月访问旧金山之前在美国首都的多日行程 画上了句号 本周早些时候 王毅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 安特尼·布林肯 并计划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捷克 沙利文 Jake Sullivan举行会谈 人们普遍认为 王毅此次访美是在习近平出席 由美国主办 定于11月11日至17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领导人峰会之前 与美国高层官员举行会晤 根据白宫发布的新闻稿 拜登先生在与王先生的会谈中强调 华盛顿和北京必须负责任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竞争 并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白宫表示 拜登总统还强调美中两国必须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并对李克强前总理的逝世表示哀悼 美国总统和中国最高外交官之间的会晤 距离拜登先生和习近平先生将在旧金山举行的会晤不到一个月 但白宫拒绝透露两人是否已就拜登与习近平会晤的条件达成一致 两人上一次面对面会谈是在一年多前的2022年印尼T20峰会期间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John Kirby在周五的记者吹风会上说 拜登先生已多次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与习近平会面 但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可能会面的计划 越南陷入困境的主航公司暂停了10条国际航线 日经亚洲 越南廉价航空公司主航将暂停10条国际航线 作为其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受影响的航线包括河内与伦敦、东京和首尔之间的航班 以及胡志明市与法兰克福之间的航班 该公司未已售出的机票提供全额退款或改签服务 该航空公司面临困难 包括其创始人Trainman Quiet因操纵股市和隐瞒信息而被逮捕 疫情也导致旅行需求下降 该公司2022年报告了大约7亿美元的亏损 许多外国飞行员因为支付工资而离开该公司 前董事长大岛秀树在担任几周后辞职 迈克、约翰逊在他首次全国电视采访中所说的话 华盛顿邮报 路易斯安大州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Mike Johnson在赢得议长职位后 进行了他的首次全国电视采访 与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 坐下来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对话 在采访中 约翰逊谈到了一系列问题 包括大规模枪击事件、同性婚姻、对乌克兰的援助 对拜登总统的潜在弹劾以及政府资金 约翰逊表示 枪支不是大规模杀戮的问题 并强调了保护公民自卫权利的必要性 他承认同性婚姻是法律之地 并对最高法院改变婚姻定义表示担忧 约翰逊还表示反对让弗拉基尼尔普京 在乌克兰取得胜利 并表示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 前提是 这是与对以色列援助分开的一项单独计划 他暗示拜登总统犯下了可弹劾的罪行 并表示 众议院共和党人很可能会追究弹劾 最后 约翰逊提议通过一项具有特定条件的临时资金法案 以避免政府关门 美中金融经济关系在危险时期后 转为积极态势 耶伦 南华早报 中国和美国的高级财政官员 本周举行了一次虚拟会议 讨论金融稳定 监管和规范 中国人民银行称 这次会议为专业 务实 坦诚和建设性 讨论涵盖了货币和金融稳定 可持续金融 反洗钱和全球金融治理等各个领域 双方同意继续沟通 努力缓解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次会议是新成立的经济工作组的一部分 旨在促进两国之间的定期交流 美国财政部长贾纳特 叶伦表示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现在处于一个更积极的阶段 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领域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 叶伦还强调了美国在国家安全和减少对中国在某些领域的意外方面的承诺 百度吉利合资公司推出自动驾驶电动汽车 与特斯拉的Model Y竞争 南华早报 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和汽车制造商吉利 已开始交付一款新的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汽车 已与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Model Y竞争 吉月01是一款高端的电池动力SUV 具备自动驾驶系统和语音激活控制 其价格从人民币249,000元34,148美元到人民币339,900元不等 据百度称 这款汽车在单次充电下的续航里程可达720公里447英里 是世界上第一款具备四级自动驾驶能力的乘用车 李克强数十年来在中国经济一线的勤奋工作 南华早报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因病去世 享年67岁 李克强自2013年至2023年3月担任总理 因健康原因辞去职务 他以务实和致力于改善中国人民生活而闻名 李克强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领导中央领导小组抗击疫情 在任期间 他还负责推进结构性改革 简化政府机构 在担任总理之前 李克强曾于2008年至2013年担任副总理 他被视为中国政治的后起之秀 是接替胡锦涛主席的主要候选人 李克强于1955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 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于1994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以其学术背景和经济政策专业知识而闻名 李克强的妻子陈宏是一名英语教授 他们有一个女儿 李克强 中国总理 1955年至2023年 金融时报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 享年68岁 李克强于2013年至2023年担任中国总理 被视为习近平政府中更具改革意识的代表 然而 习近平日益专制的统治削弱了他的主导能力 作为总理 李克强面临着重大挑战 包括如何在解决国家庞大债务的同时 保持经济增长 并推进社会项目和官僚改革 在习近平推行更加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时 他在后者方面遇到了最大的困难 李克强还面临来自冠状病毒大流行 以及习近平对互联网企业家 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的打击的挑战 李克强的政治边缘化 始于疫情爆发之前 习近平更加依赖副总理刘鹤 担任经济团队负责人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告别演讲中 李克强警告说 天在看人间 苍穹有眼 布林肯 王毅会晤 美中两国准备迎接预计的领导人峰会 雅虎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和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 在周五举行了第二天的会议 讨论如何处理彼此的分歧 并为预计将举行的美国总统乔拜登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峰会奠定基础 王毅计划前往白宫 并在当天晚些时候 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解克 沙利文会面 此次访问主要是为了为预计将于11月举行的习拜峰会做准备 美国希望中国能利用其对伊朗的影响力 阻止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升级为中东更广泛的战争 俄罗斯中央银行将利率提高至15%以遏制通胀 纽约时报 俄罗斯中央银行将其关键利率上调两个百分点至15% 幅度超出预期 旨在降低顽固的高通胀 该银行还预测将出现长时间的紧缩货币条件 以使利率接近其4%的目标 该银行表示 乌克兰战争支出的激增越来越超过了 扩大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的能力 经济学家警告称 此举可能扼杀该国的增长 并将增长转变为衰退 日本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中的两难境地 外交官 日本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中选择一方 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 日本陷入了外交困境和经济困境之间 它的唯一盟友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 而中东国家日本进口94%原油的地区 则强烈支持巴勒斯坦 目前 东京选择采取平衡立场 但随着冲突升级 这一策略可能难以维持 中国首席流行病学家去世 享年60岁 日经亚洲 中国严格的零COVID措施的推动者 流行病学家吴尊友去世 享年60岁 吴尊友的死因尚未公布 但他一直在与癌症做斗争 身体状况不佳 吴尊友已在中国 HIV AIDS预防工作方面的贡献而闻名 并因此获得了2005年国际罗尔斯顿奖 然而 他因公开支持中国严格的病毒控制措施 而受到批评 随着病毒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 这些措施受到了压力 吴尊友私下里不同意 零COVID策略的过渡 但他感到无力反对 中国驻欧盟大使表示 欧盟对电动汽车补贴的调查 是不合理的 彭博社 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 批评了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的调查 称其不合理和令人遗憾 傅聪警告称 不要采取可能对中国清洁技术产业造成惩罚的未来贸易措施 并敦促欧盟避免单边保护主义措施 欧盟最近承诺保护其风能行业免受中国不断增长的制造业影响 傅聪还警告称 不要对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能行业进行类似的调查 在中国日本大使馆接到了100万个关于辅导和事故的骚扰电话 日本时报 自从辅导和电站在8月份释放了经过处理的放射薪水后 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已经接到了大约100万个骚扰电话 日本政府已要求中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些电话妨碍了大使馆的运作 但情况并没有改善 骚扰电话的数量在8月25日达到了超过4万个的峰值 最近一直保持在每天约1.5万个左右 这些电话的增加很可能是由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反日情绪 因为北京强烈反对排放这些水 网易和米哈游的游戏成为中国监管机构批准的87款新游戏之一 南华早报 中国当局已经在10月份批准了87款视频游戏 其中包括来自顶级游戏公司网易和米哈游的游戏 这标志着中国游戏行业在监管打击放松后的持续复苏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NPPA在10月份批准的游戏数量与今年前几个月相当 表明游戏市场正在反弹 2023年上半年中国游戏行业收入同比下降2.4% 但较去年下半年增长了22.2% 今年游戏许可证的总数预计将达到1100个 超过了2021年和2022年的总和 腾讯控股、网易和米哈游今年的收入都有所恢复 神秘的、被削弱的现代联邦基金市场 金融时报 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报告 美国联邦基金市场 即美国中央银行用于为美国经济和全球设定利率的市场 由鲜为人知的美国抵押合作社和一群外国银行主导 联邦住房贷款银行FHLBIS 是美国政府赞助的抵押贷款机构合作社 利用其隐含的国家支持获得廉价资金 成为联邦基金市场的大型贷款机构 与此同时 瑞典的SABI银行 日本的三菱日联银行 和中国的工商银行 以及台湾的兆丰银行 是该市场的主要借款人 自2008年以来 这些机构的主导地位有所增加 当时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计划 使银行面临过剩流动性 破坏了市场的传统角色 美联储在过剩准备金时代 引入了新工具来管理联邦基金利率 包括超额准备金利息和隔夜准备金回购计划 塔塔公司在收购了微创业务后 将在印度生产iPhone手机 路透社 塔塔集团计划开始在印度组装苹果iPhone 此前微创公司批准将其印度制造部门 出售给塔塔塔集团 一家塔塔子公司将为国内和全球市场制造iPhone 此举是苹果寻求将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地区 并将印度视为其下一个重要增长驱动力的一部分 微创在印度的工厂 在2020年因工人抗议为支付工资而被迫关闭了三个月 中国和以色列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更亲近 南华早报评论版 对加沙战争的报道引发了一些阴谋论 声称中国可能是哈马斯袭击的幕后黑手 一篇专栏文章声称 中国通过支持伊朗间接支持哈马斯 因为伊朗是哈马斯的资金来源 另一篇专栏文章声称 中国是全球所有恐怖组织和冲突的幕后操纵者 包括哈马斯 这些阴谋论没有证据支持 但他们凸显了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共同利益 尽管中国在加沙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 中国是以色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两国有密切的经济联系 乌克兰最新消息 匈牙利总理奥尔班表示 欧盟的战略已经失败 敦促制定B计划 日经亚洲 俄罗斯中央银行为控制通胀 将其关键利率上调200个基点 指15% 这是该银行连续第四次上调利率 自7月以来总共上调了750个基点 中央银行表示 他们有有效的工具来降低通胀 并将在通胀不减缓的情况下 准备再次上调利率 根据中央银行的说法 由于若是卢布和劳动力短缺等因素推动 成本上涨正在转嫁给消费者 此决定公布后 卢布对美元汇率升至6周多来的高点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表示 欧盟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战略已经失败 该集团应该制定替代计划 奥尔班认为 匈牙利没有理由将纳税人的钱 用于支持乌克兰 并认为乌克兰人在前线上不会取胜 他在布鲁萨尔欧盟峰会期间 发表了这些评论 据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尔透露 美国获得了俄罗斯军方 处决拒绝执行命令的士兵的信息 俄罗斯指挥官还威胁说 如果部队试图从乌克兰的炮火中撤退 将处决整个部队 中国的喷气式飞机 在南中国海上空 与美国轰炸机危险的接近 美国 半岛电视台 根据美国军方的说法 一架中国战斗机 在南中国海上空 与一架美国B-52轰炸机的距离 仅有10英尺 这一事件发生在周二 被描述为可能引发事故 中国外交部将此事归咎于美国 指责华盛顿故意挑衅北京 美国军方表示 当时B-52正在合法进行例行任务 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 加强了对领土主张的主动性 导致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持续争端 香港拳击手潘战战 新的开始在赢回WBC州级腰带后 南华早报 香港拳击手潘起 正在击败泰国老将 Witchett St.Pretton后 夺回了WBC亚洲州级 清飞亮级冠军 潘起正在2018年 曾获得该冠军 但由于COVID-19疫情导致的管理和训练限制问题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失去了冠军 潘起正现在希望继续他的职业生涯 并努力争取赢得国际和世界冠军 香港Varano拳击俱乐部的 另一位拳击手 Saga Pradhan也赢得了他的比赛 通过技术 击倒路得了他的第二场职业胜利 随着美国政府债券的飙升 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却大不相同 南华早报 世界各国央行正在应对因COVID-19封锁解除后 积压需求和供应中断导致的通胀问题 中东冲突导致能源价格不确定性加剧 加上持续鹰派的央行传递信息 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出现长期高位情景 亚洲和美国债券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近年来有所减弱 亚洲金融部门更多地通过银行体系进行中介 而不是通过资本市场 这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有利的 传统中医是否可能成为治疗心脏疾病的关键 南华早报 中国的一项临床试验发现 一种传统的中药复方显著降低了 患有严重心脏病发作的人的心脏死亡率 这种名为通心落的复方 在30天内减少了重大不良心脏和脑血管事件 包括心脏死亡 通心落是由石家庄益林药业开发和生产的 并已在中国获得批准用于治疗心脚痛和曲续性中风 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通心落的具体活性成分及其作用机制 雷米康特罗Rami Control股价跌至三年低点 因美国消费者回避干预 金融时报 法国烈酒制造商人头马集团预测 由于美国消费者避开干预 今年销售额将下降20% 该公司报告称 2022年上半年美洲地区的收入下降了50% 单一部门的收入下降了30% 人头马集团将这一下降归因于竞争激烈的促销环境和上升的利率 对经销商融资能力的影响 该公司预计今年有机销售额将下降15%至20% 预计第三季度的反弹将推迟到明年 人头马集团的股价在公告后下跌了11% 跌至三年低点 中国哀悼总理的去世以及经济希望的丧失 纽约时报 前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去世引发了中国公众的悲痛和怀旧之情 李克强曾任总理长达10年 直到去年三月他代表了一个经济可能性和对私营企业开放的时代 许多中国公民不仅为李克强的去世感到悲痛 还为在习近平领导下被抛弃的改革和增长时代的消失感到悲伤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人们分享了李克强承诺中国将继续对外开放的视频 并赞扬他务实的治理方式 他们对习近平在经济处理上的失误和过于关注意识形态 而非经济增长表示沮丧和愤怒 李克强的去世还凸显了许多中国公民在习近平日益专制统治面前的无力感 官方媒体对李克强的去世的低调处理 与其对习近平活动的报道相比 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总统的不满情绪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被习近平边缘化的改革者去世 雅虎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享年68岁 李克强以其亲市场改革和自由经济愿景而闻名 他在贸易战、房地产危机和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领导中国 李克强曾被视为习近平主席的竞争对手 但在他担任政府负责人的十年里 他的影响力逐渐下降 一些评论人士认为 他被习近平政府边缘化是中国政治当前时代的一个例证 这个时代看到了改革派被剥夺了行动能力 李克强的继任者李强是习近平的盟友 中国官方媒体在一份官方复告中赞扬了已故的前总理 称赞他推动经济、改革和解决与人民生计相关的问题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越南航空公司主航面临的困境 他们不得不暂停十条国际航线 这是由于创始人被逮捕 疫情导致旅行需求下降 以及外国飞行员离职等多重原因所致 接着 我们听到了美国路易斯安纳州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在电视采访中的发言 谈到了大规模枪击事件、同性婚姻、对乌克兰的援助等问题 他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此外 中国和美国的高级财政官员进行了一次会议 讨论金融稳定、监管和规范等问题 两国都表示愿意继续沟通 努力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百度和吉利合资推出了一款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汽车 与特斯拉的Model Y竞争 这款汽车具备四级自动驾驶能力 并且续航里程可达720公里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 享年67岁 他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应对新冠疫情 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会晤 为预计将举行的美中领导人峰会做准备 关于这些新闻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 对于越南逐航公司的困境 我们看到 疫情对航空行业的冲击是巨大的 许多航空公司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而对于约翰逊议长的发言 我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声音 但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关于中美金融经济关系的会议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两国都希望缓解紧张关系 继续合作 百度和吉利合资推出的电动汽车 与特斯拉的竞争将会激烈 这也是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一个重要进展 李克强总理的去世 是中国政治的一次重大变革 他的贡献不容忽视 最后布林肯和王毅的会晤 为美中领导人峰会做好了准备 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一步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随时提问和参与讨论 谢谢各位观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